真是活久见了 画面中的这两头野生大象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 嘴里的象牙秒变打架工具 真是招招致命 没想到一项温顺乖巧的大象竟然也有如此凶悍的一面 把周围路过的游客都给看待了 事情发生在云南的一家野生动物园中 园区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流量 在当地引进了几头野生大象进行表演 由于大象的性情温顺 而且智商更是非常高 所以很快就能够对外展开表演了 为此很多游客纷纷购票 想要亲眼看看大象到底有多聪明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很快就发生了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意外 这天下午 工作人员照例组织野相兄弟准备表演 前期原本一切顺利 但是让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 野相大哥竟然拒绝配合 直接在场上罢演了 而野相老二只想完成自己的工作 于是便紧紧地跟在大哥的屁股后面 眼看他丝毫没有动弹的意思 野相老二脾气瞬间爆发了 他用自己尖锐的象牙不停地戳着大哥的屁股 试图用这种方式让他继续表演 然而前面的野相大哥却依旧不为所动 依旧我行我素地站在原地不动弹 工作人员都看猛了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此时前面的野相大哥屁股上 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而后面的野相老二却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 这场面真是太罕见了 园区内大象突然开始干涨 搞得工作人员都有些不知所措 奈何游客们却十分喜欢这种场面 纷纷聚集起来开始看热闹 园区内的营业额瞬间飙升 看来两头野相做出的贡献可真不小 吃瓜真不愧是是所有人共同的的天性 眼看场面越来越混乱 工作人员担心这两头野生大象误伤游客 便想组织游客安全撤离 没想到周围围观的游客表示 自己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 实在是太刺激了 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搞得工作人员都无奈了 两头大象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周围的游客们也开始不停地起哄拍照 场面一度失控 搞得工作人员都有些不知所措 一开始的时候 野相大哥并不想搭理自己的二弟 奈何老二实在是太过疯了 趁着野相大哥没办法转身的空荡 一直不停地用他的象牙发起攻击 搞得野相大哥实在是忍无可忍 二话不说就转过了身 准备和自己的二弟来一较高下 场面逐渐失控 工作人员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只能拿起棍子试图把这野相两兄弟分开 奈何野相重达三吨的体重 实在是让人望尘莫及 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阻止他们 看来除非他们自己停止打斗 否则工作人员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也不知道这两头野相到底有啥矛盾 竟然一言不合就开打 野生动物园两头也像一言不合就打架 把工作人员都搞猛了 奈何游客们就喜欢看这样的场景 纷纷买票前来围观 还不停地起哄拍照 丝毫不怕野相误伤自己 这场面实在是太罕见了 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听说野相大家厚 还专门买票赶了过来 目的仅仅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个场景 一时间园区内的人流量激增 收入也有了明显的戴善 不过两头野相难道这么多人围观 不仅没有停下来 反而打得更加起劲了 甚至掀翻了场地中的表演道具 真是太离谱了 好在经过了工作人员的阻止之后 两头野相的情绪也渐渐缓和了下来 事情终于能够告一段落了 工作人员这才有时间组织游客们离场 虽然野相打架看上去非常危险 不过游客们纷纷表示 能够看到如此精彩的场面 票价太值了 好在两头野相都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经过了短暂的休整之后 他们的情绪逐渐归于稳定 也能够再次投入到表演当中 不过我们也能够理解 野相一开始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自然间 如今却被人类控制起来 还要每天被人围观 虽然衣食无忧 但是却失去了很多快乐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有了不得不发泄的情绪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快看 这只比克犬竟然死死地咬住 对面黑狗不松口 路过大哥拿起一块菜板就砸了下去 奈何比克犬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咬得更凶猛了 对面黑狗未免有些太可怜了 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 从比克犬嘴里活下来 比克犬虽然体型不大 但他们却是实打实的猎性犬 所以在很多城市里都被禁止饲养了 奈何有些人却不听劝告 依旧我行我素地把比克犬当宠物犬来养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正牵着比克犬逛街 然而下一秒比克犬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丝毫不顾及女主人的感受 直接就冲了过去 此时比克犬的女主人 已经被比克犬强大的冲击力带到了地上 她甚至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比克犬就已经开始惹祸了 原来在马路对面 有一只黑狗正开开心心地玩耍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冲过来的比克犬暗倒在地 黑狗这也太倒霉了 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 就要遭遇这样的事情 黑狗的体型并不算大 面对比克犬的攻击 它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默默承受身体上的疼痛 要知道 比克犬最大的特点就是 一旦咬住了猎物 就不会轻易松口 此时巨大的声响吸引了周围不少路人 而比克犬的主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了一根棍子 不停地戳着比克犬的身体 希望它能够好快松口 比克犬当街耍威风 竟然咬住黑狗的身体不松口 把路人都吓懵了 比克犬的主人无奈之下 只能用棍子捅估比克犬的身体 奈何比克犬太倔强了 无论如何都不肯松口 看来黑狗今天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黑狗在比克犬的撕咬之下 已经奄奄一息了 而比克犬的主人看着自家狗子这么发疯 也不敢靠得靠近 只敢在不远处阻拦 然而比克犬可不会这么听话 不仅没有停下来 反而咬得更加起劲了 附近的大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要是再放任不管 黑狗恐怕真的要咽气了 大哥二话不说冲进了自己家里 拿出了一个石木菜板 狠狠地砸在了比克犬的身上 让人没想到的是 比克犬竟然这么抗奏 面对大哥的攻击 竟然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 反而咬得更开心了 比克犬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成为了整条街上最亮的仔 然而黑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此时的他已经变得奄奄一息 感觉下一秒就要彻底断气了 大哥看着比克犬这么绝强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一个棒子 对着比克犬的脑袋就是一顿胖狗 奈何比克犬依旧不为所动 看来他今天不尽兴是不会轻易松口的 不得不说这比克犬真是太猛了 就连他的主人也不敢靠近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比克犬的主人还会不会继续养着他 比克犬当街发疯 对着路边无辜的黑狗就是一顿撕咬 明明无冤无仇 却始终不愿意放过他 比克犬的主人都猛了 也不知道自己家的狗子为啥会变得如此凶猛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比克犬依旧死死地咬住黑狗不松口 大哥彻底怒了 这比克犬真是太不知好歹了 既然如此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大哥不停地击打着比克犬的头部 此时比克犬的主人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却依旧不敢靠近 只能不停地用棍子阻拦比克犬 然而却丝毫起不到作用 此时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 开始阻止比克犬 奈何比克犬的力气实在是太大 五个路人同时出手 才刚好牵制住了比克犬 经过几个回合的拉扯 比克犬终于松开了黑狗的身体 不过就算是这样 比克犬依旧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反观受伤的小黑狗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 看来黑狗今天恐怕是活不下去了 比克犬的主人自知理亏 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这比克犬真是太不讲武了 竟然对一只无辜的黑狗下如此狠手 而它们之所以被惊养 也是因为凶猛的性命 看来以后见了比克犬都要绕着走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快看 这只猎狗女王正在大块躲一个吃午饭 而她嘴里的食物不是别的 正是和猎狗女王有着血缘关系的的亲爹 猎狗女王这也太残忍了 竟然连自己的父亲都能下手 也不知道这只猎狗老爹犯了啥不可饶恕的错误 竟然会沦落到这个下场 猎狗女王作为猎狗群中地位最高的个体 她们通常拥有着优先进食的权利 不仅如此 猎狗女王还不会允许其他小弟来挑战自己的权威 就连自己的亲爹亲妈都没有这个特权 这天中午 猎狗女王带领小弟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只猎物 按照平时的流程来看 通常都是女王先吃 等她吃饱后才会轮到其他的猎狗小弟 而今天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面 女王此时正在大块躲移地吃着嘴里的食物 其他猎狗小弟只敢躲在一边偷偷观望 即便是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她们也不敢坑气 生怕女王一怒之下对自己下手 不过此时从猎狗群里却走出了一只老年雄性猎狗 这正是猎狗女王的亲爹 她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如果再不吃东西 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归系了 所以她想靠着和女王的血缘关系来得到一些好处 哪怕是一口肉都足够了 不过让猎狗老爹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亲闺女竟然会如此无情 不仅没有机会她的请求 还在一怒之下大打出手 真是太让人心寒了 猎狗老爹饥饿难耐 竟然试图抢夺闺女的食物 没想到猎狗女王对自己的亲爹丝毫不留情面 直接一口就咬住了猎狗老爹的脖子 这闺女当得太残忍了 猎狗老爹就算是后悔也已经为时已晚了 猎狗老爹眼巴巴地看着女王嘴里的食物 希望她能够看在妇女异常的份上 可怜可怜自己 然而猎狗女王可不会那么好心 对于她来说 自己老爹的行为无异于再挑战自己的地位 所以此时的猎狗女王心里非常生气 恨不得一口咬死自己的老爹 不过猎狗女王还是决定给自己老爹一次机会 只要她能够好快远离自己 就可以大发慈悲地饶她一命 奈何猎狗老爹太没有眼力见了 看着自己的闺女没有生气 反而更加得寸进尺 还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死皮赖脸 就一定能够吃到食物 然而猎狗女王在老爹一次又一次的骚扰之下 逐渐失去了耐心 给她机会她都不把握 就不要怪自己太狠心了 猎狗女王最终还是决定不留情面 直接一口咬在了猎狗老爹的脖子上 要知道在猎狗群中 雌性的体型本就比雄性大 再加上猎狗老爹年纪比较大 所以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 很快就断气了 既然猎狗老爹已经死了 那也不能让她白死 猎狗女王直接把老爹的身体当成了食物 属实是有些太残忍了 猎狗女王竟然对自己的老爹也能下狠手 直接一口咬断了老爹的脖子 吓得周围的猎狗小弟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自己也遭殃 看来猎狗女王的权威属实是不容挑衅 猎狗老爹这死的也太惨了 猎狗小弟们亲眼目睹了猎狗老爹的惨状 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 生怕女王的愤怒牵连到自己 这也恰好达成了女王杀鸡儆猴的目的 以后估计再也不会有小弟在女王吃饭的时候骚扰了 猎狗女王面不改色地开始啃食老爹的身体 还把没什么肉的头分给了自己的亲儿子 猎小狗虽然知道这是自己亲老爷的头 却也毫不留情地吃了好几口 真不愧是猎狗女王的亲儿子 连一点伤心的表情都没有露出来 猎狗女王终于吃饱了 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也就代表着猎狗小弟们能够随意啃食女王剩下的食物 虽然大家都看到了女王的冷血无情 但他们却丝毫没有对猎狗老爹产生怜惜之情 不得不说 猎狗群中的每一只猎狗都太无情了 其实在猎狗群中熊是猎狗的地位远不及慈性 尤其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熊性 更是毫无地位可言 即使她是猎狗女王的亲爹 也丝毫没有特权可言 猎狗真是一个残忍无情的物种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